《世界冠女》 《世界冠女》 做白日夢啊你 這不是做夢 是夢想 真是不是夢了 香港都有自家公路單車比賽 女法局將會在今年10月10日至11日 舉辦我們首假的香港單車節 其實這個單車節本來去年就有了 但因為佔領運動,難了產 這個單車節會舉行三場賽事 其中公路繞圈賽會邀請本地和海外專業車手參賽 贏了還可以獲得獎金 未到專業級數的可以試下參加這兩個組別 我當然是預備參加35公里挑戰組 因為當時是第一次在青馬大橋踏 連天血女車神都這麼想去踏場 路線肯定不惹少 參賽車手會在文化中心出發 經青馬大橋去到馬灣之後再接返起點 還是大橋落成以來第一次舉辦的單車活動 至於10公里休遊組就會在南昌接返 不會去青馬大橋 一邊踏車一邊看美景 是很爽的 但也有事要注意 因為在橋上進行 橋在海面上 相對來說風比較大 希望參賽者會注意車把的控制能力方面 還有盡量做到放鬆自己 所以要體能和技術測試過關才可以參賽 另外還有一公里短程賽道 給青少年和家庭參加 所有項目在後日上午10點開始報名 各位單車友快點簽訂網頁 壓滿就沒有了 除了比賽 到時還有加年華 不單止可以近距離觀賞賽事 為車手打氣 還有得玩 要來得玩 再看見 好幾成人 突然可以安靜 最新的一條目的 有八度、超級了 非常新的 那天 從超級了 不中不對 放大